編舞家布拉瑞陽回到臺東成立舞團 打造東部舞蹈基地 二零一五年夏天 他帶著舞座拉歌重返 漁門劇場 交出第一張在臺東的成績單 拉歌是一個從原住民出發的舞座 布拉瑞陽在編舞的時候 放棄了學院派的訓練 他要舞者自己回想人生中重要的歌曲 像是有一位舞者就說 他雖然遠離部落 但是只要唱部落的歌 歌聲在哪裡 部落就在哪裡 重返臺北 布拉瑞陽用四個字來形容 近鄉情雀 他說或許這不是最偉大 最成熟的作品 但是他很願意誠實地用舞蹈 跟這些舞者一起說出他們的人生故事 彷彿遊戲一般 舞者們在掌聲跟指令間在劇場中快速的變換位置 大聲的歌唱 歡樂的舞動身體 這是編舞家布拉瑞陽回到臺東成立同名舞團之後 首度重返臺北在雲門劇場演出的創作拉歌 鏡像緊缺吧 其實 然後特別很緊張 其實應該是回家的感覺 就回娘家 因為我在這邊被栽培了很久 然後原本一直來都很照顧我 所以等於好像又要回來教作業 教功課這樣 自己告訴自己啦 就說不要想著要拿高分 你要講做功課 你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知道這條路很長 那你有一點點東西可以分享 我們就來分享 輕輕地搖上身體 搖啊搖啊 輕輕地唱 唱 我就會知道 我的歌聲在哪裡 我的部落就會在哪裡 回到臺東 布拉瑞陽收起過去曾受到學院派訓練的身體 他用心地去體會舞者們發自內心對於身體的渴望 讓他們創造自我的身體律動 在歌的旋律串聯間訴說著一個又一個的生命故事 我基本上我不太示範也不太跳舞給他們看 因為我覺得我的身體 我怕我會破壞他們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很自然的一種身體的律動 而那個東西就那個那個身體就是我喜歡的 就被我被那個身體吸引 所以我就不再示範 我不會示範動作 我讓他們自然地在整個創作的過程當中 用他們的方式來找素材動作 呼拉說 拉歌是他跟舞者們在臺東這片土地上長出來的作品 他要讓大家聞到臺東的泥土味 感受到炙熱的陽光 聽見他們唱自己的歌 拉歌就像一棵樹 在時間中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吳子有說嗎 同一棵樹還是那棵樹 但因為環境或季節它會變化 它會長得不一樣 但還是那一棵 所以我覺得創作就是這樣 那人也不一樣 它會長大 它故事也會改變 它的體驗也會有所不同 所以拉歌可能每一場都會不一樣 是確定的 我覺得這條路很長 所以可能不完整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創作是這樣 是要分享 因為回到臺東 回到部落就是要分享 我們是怎麼長出來的 我覺得可以慢慢慢慢地分享給觀眾 布拉也說 拉歌不是偉大的作品 但卻是他願意誠實去面對 回到臺東生活的這段日子 能夠堅持前進的那股力量 如果以一般觀眾的眼睛來看我們的演出的話 我們可能會受到很多的質疑 身體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 沒有就是不是專業的訓練的舞者 但我後來就想說 我們創團然後排練到現在 我們清楚只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路要往哪裡走 其實就像我剛剛說的 後來我會覺得我們人在就夠了 結束在雲門劇場的演出後 布拉瑞亞舞團要前進加拿大 之後要展開部落的巡迴演出 布拉說他的心情既緊張卻又興奮 因為害怕夢想永遠只是夢想 所以瘋狂的回到庫鄉台東成立舞團 布拉瑞亞用拉歌一步一步穩健的踏在土地上 讓大家看見最純粹的生命歌謠 蘇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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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